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38岁的张先生,因长期喝茶住进了医院 早年,张先生就有则侧腰腹剧痛的情况 当时检查确诊,肾结时半肾积水的问题 并且接受了微创手术 不料后来张先生的右侧腰腹同样也出现了疼痛 但因疼痛有所缓解 张先生也没有在意 本想一拖再拖的张先生 在劳累后,腰部剧烈疼痛发作 正在赶忙到医院就诊 医生对张先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他患有双肾结石的问题 特别是右肾还伴有中度积水的表现 油肉不及时的处理 肾功能很可能进一步的受损或者丢失 最后,医生根据张先生的病情 以及诉求 为他制定了双镜联合 微创保肾取食素 术后,对他取出来的结石进行分析 显示结石主要成分是草酸钙结石 这与张先生常年爱喝农茶有很大的关系 可有些朋友还说,除了喝农茶 喝水过多也会伤肾,这是真的吗? 一,喝水越多伤肾越严重吗? 水又口后,需要经过食道进入胃部 而后在通过消化系统的吸收进入血液后 会在肾脏过滤并形成原料 并且在肾脏部位原料吸收 这个过程中,营养物质会被吸收进血液中 而含氨代谢物以及含有盐类的水溶液 就会顺着尿道排出体外 对肾功能异常的人群来说 毒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排尿的习惯发生改变 出现多尿、尿瓶、尿液泡沫增多等的问题 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水肿般的症状表现 在正常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大量的运动或者是排汗 这时大量喝水反而会对肾脏和心血管形成负担 一般来说,在适量且喝卫生的水前提下 正常人多喝水是没有问题的 真正伤肾的喝水习惯是这两种 1.口渴后再喝水 口渴感应产生时,身体细胞往往已经脱水了 这时中枢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 肾病发生率就会提高 2.饮料当水喝 饮料中的磷酸盐、糖 会促使体内钙质的排出 致使尿液中钙含量升高 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而有些人认为喝茶对身体好 平时应该多喝 也有不少人说白开水才是最好的 到底哪种最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哪个更健康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是正确引用 可以说没有确定的答案 首先,白开水是最被推荐的水 尽管普通,但也是最健康的 反复烧开的水有传言说会致癌 这说法不太靠谱 即使是烧开20多遍的水 压销酸盐的含量也低于国家生活用水的标准 另外,在此前往上层流传着 开水保质期只有16个小时的说法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水在烧开的过程中已经灭了很多的微生物 但是在水温降至室温后 微生物还是会继续的进入白开水中 在水中繁殖,所以在空气中 暴露时间越长的白开水 微生物的数量就越多 这样水质也会越差 也就是说,白开水确实是有保质期 但是可能没有精准到16个小时 总而言之,刚烧开放凉的白开水 数位比隔夜或者是隔几个小时 隔几天的白开水的水质要好 正确饮茶的话,对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 喝茶可以增加饮水量 茶水中的茶豆酚、叶绿素等的活性物质 可以帮助人体增加抵抗力 并且因为茶水富含咖啡碱 适量的喝茶能够提神 也能够沥尿 除此之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 帮助补充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等的营养物质 但是,喝茶是不能够完全的代替喝水 尤其是下面这三种茶可能会让好处变成坏处 三,常喝这三种茶可能会毁肾致癌 茶可以说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饮品之一 而下面这三种茶经常喝对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第一,过汤茶 有致癌风险 茶水过汤时饮用可能会烫伤口腔内的食道粘膜 形成溃疡 而久而久之增加患癌的风险 国际癌症杂志发布了一项研究中指出 以几乎不喝茶以及喜欢喝凉茶的人相比 每天喝两杯温度为60度过汤茶水的人 罹患食道癌的几率会高90% 二,浓茶会胜伤身 浓茶服的含量高 而服主要在肾臓排泄 如果经常喝浓茶 一旦超过肾臓的排泄 使服容易在体内引起不良的反应 另外,浓茶中的咖啡因茶碱含量多 对肠胃的刺激性强 而浓茶中的咖啡碱 可以抑制12指肠对钙的吸收 同时也会加速尿液中钙的排出 可能引起骨质疏松的问题 一般从感官上来说 浓茶的口感过于苦涩,颜色浓 甚至有点混浊的感觉 三,焦味茶或有致癌物 茶叶在制作时 如果烘烤过度,则产生焦味 其中部分营养成分会被破坏 甚至可能会带有致癌物质 所以无论是从营养还是健康的角度 焦味茶最好不要喝 以上这三种茶是不建议大家喝的 但是下面这三种茶 平时喝对身体带有弊异 四,三种茶患者喝 养颜,通血管,助消化 带过同龄人 第一种,绿茶 绿茶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茶 不需要经过发酵 而且绿茶的加工环节较少 所以绿茶中的营养成分流失少 大部分都被保留下来 而绿茶当中含有较多的茶多分以及茶碱类的物质 对人体血管是有很大的益处 能够清除体内过多的党工程和血糖以及血脂 还能够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 每天喝绿茶的老人在整体记忆力、注意力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并且绿茶中的维生素C对于美白皮肤、缓解皮肤中干燥方面都可发挥有效的作用 所以绿茶比较适合中老年人来饮用 第二种苦丁茶 苦丁茶泡出来的茶汤只为是先苦 而后回甘 许多人受不了苦丁茶的苦味 然而苦丁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却是不而知选 苦丁茶极耐冲泡 多次冲泡后也不会挂淡无味 仍然可以保持清爽的口感 是一款可以养心、护心的茶饮 此外苦丁茶还能够双向调节身体的代谢 是一款很好的辅助保健茶饮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都喜欢喝苦丁茶 第三种青池菊花茶 菊花茶对于中老年人是非常友好的 就拿其中比较出名的青池菊花来说 其内置营养丰富、外形独特 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除此之外 青池菊能够帮助保护眼睛 而中老年人多数都面临着视力的问题 青池菊种黄铜类物质 远高于其他品种的菊花 一方面能够帮助抗氧化、减少失眠 睡眠不足造成的皮肤暗黄、斑点等的多种皮肤症状 所以中老年人可以尝试一下青池菊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